今天廖長江議員提出這個議案,相信在座大部分議員都認同香港經濟轉型的重要性。 而事實上,香港自回歸以後,歷屆政府都提出了不少推動經濟發展的政策,同時社會各界也提出了不少產業發展的建議。 過去十幾年,香港的整體經濟結構很可惜仍然沒有重大的轉變。 即使回歸以後,我們經歷了兩次金融危機,我們的經濟仍然很依賴金融、物流貿易、旅遊及專業服務,所謂四大產業。 但是,長遠來說,我們說的是高增值至適應的經濟。 而這四大產業,究竟有哪個產業,或者是否全部產業,都符合我們想做的高增值,知識營經濟的長遠目標呢? 梁國雄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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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去選擇哪些產業去發展的時候,必定是企業界、工商界去主導和領軍。 在過往十幾年,我們的特區政府往往都是基於一些個人主觀的認知, 或者是一小撮和主事官員熟悉的人士的推薦,來定立這些所謂的主流產業。 我們看到一些過往的例子,例如我們的數碼港、時莊港、中藥港又去了哪裡呢? 直至杜杜曾蔭權先生年代的六大產業,這些我們都看到都是一些官員的主觀意願。 我們的產業界、我們的企業界、我們的工商界、我們的學界, 我們其他廣大的市民,究竟對這些產業有多少認同呢? 李卓人議員 它mmm 如果我們只不過是 跟隨後、我們的做什麼、對什麼的情況下來呢? 四、五年之後,這個世界另一番光景。 像廖長江議員說了南韓1998年推動的文化產業,包括我們很熟悉的電視、電影、流行音樂。 其實在當時南韓在這些產業方面十分落後,我們也不是太喜歡看南韓的片, 但是他們主觀地直接認為這些是他們要做的事,一個果斷的決定,並不是受到周邊的客觀因素影響。 他們做了十年之後,他們現在的流行文化產業可以說是高居全亞洲第一位,也在世界各地有巨大的影響力。 因為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歷史和社會背景,所以我們香港要推行產業的時候,一定要大膽創新。 各位很多時候都忘記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為什麼很多經濟體系會突然起飛得這麼快。 美國當年克林頓的年代是沒有財政赤字的。 有一個經濟學說叫做supply side economics。 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 香港所有的思維就是我們現在的前瞻性、大膽性的建議,去創造的demand。 當然現在我們2013年這個年代,我們走回海安斯的年代,就說demand create supply. 那究竟我們這兩者是怎樣去應用或運用呢?我想就要大家共同努力去想一想。 再舉一個例子,過去十年我們很依賴自由行去刺激我們經濟。 很簡單,那個公式就是,蓋多些購物城,吸引多些自由行的旅客。 這是一個很短暫的刺激。 吃多了會壞的,有一些社會反效果。 當然自由行的帶來經濟成果,我們不可以抹殺。 但是自由行也帶來了,或者過分依賴,一個最簡單的模式就是我們賣東西,也會帶來一些反效果。 就是我們產業的空洞化,公眾的單一化,也失去了經濟活力,也沒有了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 要推動產業發展,經濟多元化,是政府需要有前瞻的視野,大膽的創業。 政府當然要維持自由市場,確保各行各業能夠在公平的平台競爭,也要維持公平透明的營商環境。 但是在維護這個自由市場之餘,政府也要提供兩個重要的生產要素,就是我所提及的土地和人才。 主席,我緊次發言。 。